我未上來這個節目之前也有機會,來了之後就沒有了 怎麼會爭取中央信任 這個節目有什麼問題,這是一個訪談節目,我訪問曾鈺誠,這個是很合理的 我公開說了一句,毓民發言的質素很高,都認為是什麼 被人覺得這是犯離天大罪,四大罪行之一 所以我一聽見有一個說法,我就靈靈頭 有些議員一隔離室,主席,我本來沒有想著說話 我心裡沒有想著說話,就不要說 但是你為什麼坐著 沒有想著說話,起床說話,然後言不及言 不行的 想知道我和毓民會有什麼要說,請收看《毓民會客室》 詞曲,影片下美歌 回報 妖愛大香港主義,香港盡管人。香港人當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 黃仁達 黃毓民 早晨 恭喜發財 身臟力見 身體健康 萬事勝義 學業進步 講到八點半為止 大香港早晨 MyRadio和電視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今早有譚仔 有我和湘傑推咪 講一件無聊的事給你聽 這兩晚我也在Facebook開直播 因為Toby不是寫的 他經過軟件事做一些很實時的Animation 那就玩一下 即是你講話時口吐 他要跟著我投入 你不講話時他的口罩絕對不會動 絕對不會動 如果你不講話時他的嘴會動 那怎麼辦呢 用電筒照著他就會動 文西 我一會示範他很有趣 這兩晚都開直播 我簡直是涉獵Facebook Live 界 但是你知道這些開直播都是什麼都說 不是做節目準備充足 又起成全合 或者是楊敦措 那所以 所以 我昨晚無端說一句 為什麼現在在網上 那麼多人喜歡講政治 那麼多人喜歡一開節目 或者所謂開節目就要講社會時事 就是 即是話口未完 今早人才丟零 都只有兩個 不是啊 我覺得人才兒子 人才 就是兩條兒子 就是你這個兒子 我這個兒子 多個人都沒有 那就好啦 拍例子少一點 我就 搞到我昨天入 收到例子 搞到我昨天入例子 這麼大答 看不到 是啦 你來啊 你有本事就拿啦 我要錯誠 Mally Mally 當然入到我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啦 那就是今早 是不是要跟人介紹一下 我們畫面的舊東西先 畫面 現在在我左邊這裡有舊東西 這裡就是一些即時資訊來的 主要都是一些財經資訊 是啊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好像看電視一樣 有些東西在那裡 滾滾滾滾 沒理由看我們這麼悶的 那是對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即時資訊 分別有些股市啊 豬牛羊價格啊 還有哪裏打邊爐有位啊 這樣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這些資訊 我剛才看到有天氣 有的 有的 看完天氣 知道天氣熱定凍 那你就上班 今天上班 呵呵呵 你很慘 你們這樣 遲下整個天文台 那些紅語黃語 在角落頭 不如我們報天氣啦 不如我們遲些 可能在 做完一節這樣 接著你打側個人 指著 啊這裏呢 華南沿岸一帶 就有一條白帶 這樣 這樣 自律預計半小時 會帶來大量粗口 你自律要搞什麼 通常就是這樣 好 那就是這樣 有人說我不派利是 不是我一向都派的 這樣 下年不派 簽個行政命令 說不派利是 這樣 不要不要不要 我先幫我禁令 禁令 禁令你 這樣 你上來拿 這樣 就是這個 那就是 年初五 今天大家都要上班 這樣 希望你也有 開著Live 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Live 不是錄的 好了 今早一說 就說什麼呢 先說說頭版新聞 就是蘋果的 今早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究竟他姓什麼呢 如果昨天你們有看 其實無線新聞擺頭條的 反而我見其他的媒體 就擺後一點 就沒有擺得很重要的版面 就是重要的位置 那是什麼呢 就寫著內地籍港黑幫 協肖建華北上 當然這個時候 大家又會討論他姓什麼 究竟是姓肖還是姓蕭呢 還是姓趙呢 因為有人說他姓趙 但是 這個是 你是不會知道 沒有得說的 因為我見之前 蕭有懷 就是那個死肥仔 其實他那個蕭 都是這個肖的 那些人當時就叫他 說他姓蕭 現在這個 他姓趙還是姓蕭呢 截地是某人知道的 不是 要問他本人才知道 其實如果他有俗譜的話 然後他就跟你說他不知道 九成都是 這些人 那要找俗譜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 因為殘體字的毒害 你知道中國 中國姓什麼都有 我們今年知道 姓神的也有 那你在一些 中國一些 少數一些的姓氏 是姓死也有 而是有人姓趙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世界 是有人姓蕭的 很好的那個 古東西很厲害的 但是在殘體字的摧殘之下 那個蕭字 即是蕭十一郎的蕭 回到大陸 那個殘體化 就變成了生肖的蕭 問題就是 混合了生肖的蕭 和蕭生好東西的蕭 兩個字變成同一個寫法 然後就變成異性合流 究竟你原本是姓蕭還是姓蕭呢 其實如果你查到逐譜你就知道 但是這條阿華仔 究竟他姓什麼 他到底說什麼 大家都不關心 我們如何統一他姓什麼 這樣就燒了好聽一點 但是我 我為什麼要他好聽 那趙建華就被人夾走了 這個是一個什麼人呢 可以說是 簡單來說 就是白陸人 死有錢路 死有錢路 其實他14年 一直長期住在香港的四個酒店 可以說 我不認識 就是我不會認識 在中環說什麼財經界 就很多人 很多人都聽過這個傳聞 整個賭神 又說很少拍照 又成這樣 說是古壇奇人 有千億莊家之稱的人頭 那樣 做一下大交易 也是大手買出買入一些港股 那樣 背後就照計 就是有大陸的政治人物 或者有錢人給他操盤之類 他就不知道 我就不會知道 都是看一些新聞去報 其實早在三年前 當他神秘地在下塔這個四個酒店長住之後 都有一些秘密的報道 報導他 又說身邊很多美女的保鑣 當然拍照之後 美不美女 這個世界最人見智 各法各眼 中華人的東西 是的 是的 說很多的保鑣圍著他 然後傳言跟很多女人生兒子 應該說很多女人跟他生兒子 所以就照計是兒孫滿堂 有傳就是逃離大陸 才下塔在香港 然後繼續做大雕 賺很多錢 也有人在中環附近偷拍他的照片 其實跟一個自由行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又不是特別財大氣粗 總之都是穿一些普通的運動衣服 總之配搭加一體就是大學腦 就是中環經常出沒的人 近日發生的事情 都發生了兩三天 應該是年三宿是不是 是不是 我忘記了日子 年三十八 年三十八 次序 事序是怎樣的 年三十晚的時候 各個報道其實有點不同 簡單來說 他見到他跟幾個人一起 離開了酒店 有個說法說他身邊的幾個人 是他的保安 有個說法說身邊的幾個人是公安 有個說法說身邊的幾個人是黑社會 聲稱然後被帶到中國 是 有說就是經黃桿口岸 就夾走了 一聽到這些說法 第一件事想起就是銅鑼灣書店的事件 但是很快就已經有人出來澄清 其實是誰出來澄清 就是說其實他不是偷套的 他是從正常途徑夾走的 就是有這樣的事件發生了 因為其實當時他連三十晚 就被一群人 不知道什麼人 送了去這個口岸 送了回中國 然後第二天其實他的家人就是報了警 然後第二天就是大連賽 家人報了警 然後再過一天又燒了案 就是又是報了警再燒了案 大家就相當懷疑 就是變成很類似的事件 沒錯 就是 那警方也是算是有跟進的 那警方跟進完就是說 他就經過口岸 那就去了中國了 這樣的說法 嗯 然後呢 就是這一位蕭建華 其實他也有 就是經過 不是 應該這麼說 這個明天控股有限公司 就是他那間公司 簡單這麼說 就是那個微信公號 就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是蕭建華出的聲明來的 就出了兩個 分別就是三十號和三十一號都出了 那三十號那裡就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這麼說的 就是針對近日社會對我的關注 那本人特別聲明如下 就說本人蕭建華 現在國外養病 目前一切安好 明天集團一切業務正常 感謝各界的關心 這樣 嗯 就聲稱去了國外養病 三十號 三十號 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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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了 就是 如果傳言 就是說他再夾走之後 幾天 這樣 就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我沒事的 我在國外醫病而已 這樣就多謝大家關心 而他的國外就是中國來的 非常之政治正確 是啊 兩國論 好了 但是在 及後的一天 就再出多一個聲明 沒錯 就是三十一號 即是昨天 那又再出多一個聲明 那也是在同一個微博的公號那裡 就是明天空股有限公司那裡 那樣 那出了聲明 那這樣講的 那有四點 那第一點就是說 多謝國家關心 那正在國外治療 那說治療結束之後 就很快就跟媒體見面 那樣說 第二點呢 說這個政策就是 本人認為中國政府 是文明法治的政府 大家不要誤解 本人不存在 被綁架 回內地的情況 是 第三點 本人 是愛國華僑 一向愛黨 愛國 從未參與任何有選國家利益 和政府形象的事情 更未支持任何反對勢力和組織 第四 本人為加拿大公民 都是香港永久居民 又沒有說是中國人 受加拿大領事保護 都受香港法律保護 本人 還持有外交護照 享有外交保護權 所以請各界放心 第四點 是啊 那有這個聲明 那這個聲明 出了沒多久就刪除了 一個小時而已 他在微博 他們公司的一個公司的微博 出了他老闆 趙建華的一個四點的聲明 出了四點 一個小時之後就刪除了 如果一路 如果在聲明之前的這幾天 大家都說到甚囂塵上 這個死後錢佬 這個四眼龜 是不是被人夾走了回大陸 大家都有這個傳言 但是呢 他就有一個這樣的聲明 不是說他走出來 總之是公司的聲明 在這裡就說 我沒有被人夾 因為你們都知道 中國政府又文明又法治 那我不會被人夾的 那你聽完你就明白了 太明白了吧 第二件事 喂 我很愛國的 你說我會參與一些反對的組織 當然不會 因為可能是你搞的 就是你不是參與 不知道 好啊 最後真的重要 大陸不會搞我的 我是加拿大人來的 我是香港人來的 他不會搞我的 大家放心吧 沒事的 這個是我們叫來壯膽的 就是夜媽媽 不是夜媽媽 夜媽媽回家黑 怕有鬼 怕什麼啊 哪有鬼啊 如果自己大喊 然後加入唱歌 就是這些 這樣 這件事太難得了 一個小時之後 整個聲明就刪除了 按照計 你就沒有辦法在任何正常途徑 就看回這個聲明 你又自己想想 有兩個訊息經歷過這個刪除聲明的行徑 走出來 第一就是這個聲明裏面的內容 有人不想讓人知道 第二就是 裡面有一些東西是不可以讓人知道 好了 但是你說不可以讓人知道而已 因為不可以從一個正常的途徑讓人知道 當然了 你說被人截圖 當然是被人截圖 但是截圖無可奈何 對於一個刪除吻的人的角度來講 但是他都在工作的角度上需要刪吻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如果在公關角度上來講 其實不刪吻是最好的 因為一刪大家就覺得有東西 Anyway 但是這些不做白不做 都是做了 刪吻 但是有時候 那你要看看 究竟刪吻那個是誰 究竟是公司自己 還是其他有權刪吻的一方勢力 我們猜 如果不是公司自己刪吻的 刪了這個聲明 有可能就是微博間公司 就是那個網站 或者就是政府 因為政府管的 就是大陸所有東西都 這個可能是大的 為什麼不會是公司本人自己刪呢 就是公司本身自己刪呢 是因為呢 你看看今天明報的全版廣告 他昨天的聲明 今天在明報的頭版那裡 就全篇大致地再印過 還有下廣告那樣的印 就是蕭建華先生再次聲明 然後你就見到了 1 2 3 4點是一樣的 是 生漏了 生漏了 即是呢 即是說 當時這間公司明天什麼 明天是 簡單一點 這間他所持有的公司 代表蕭建華出這個聲明 就說 不要了 不要只是出微信 微博了 不如登報紙 告訴別人我老闆沒事 當然 說就說沒事 實際你如何解讀 實際你如何解讀 大家有心人就自己知道 或者你自己買一份明報 大大版頭版 這裡 你呢 就找一條木棍 錯尖它 然後包著這份的頭版廣告 會不會看到成下一序呢 這樣 這樣 這是你自己可以研究的 即是說 是不是應該拿來打直看 又打橫 然後接 叫陳茂接 這樣 那 即是說 不是公司自己主動刪 這篇聲明 即是說 有人 有人在做 熟清的工作 但是 我也不知道你有登報的 這樣 所以呢 那明報又好笑 即是你想想明報各界 即是明報上上下 在混合的人 我想他都有了解這件事 即是如果連我也有看新聞 知道 趙劍華被人夾走 疑似被人夾走 這樣 如果疑似被人夾走 接著 公司出聲明說他沒事 殺有戒事 一看就知道說反話 即是這樣說 那些坊間的人這樣說 一看就知道是說反話 但是又不是 聲明之後又被人刪了 那即是無私顯見私 喂 但是他有在我公司 下過頭版廣告說沒事 那我要不要打回公司 要不要打回明天系 要不要刪 不要 玩夠 這樣 這份會不會害死我 我不知道 這份事 那 Anyway 這件事 這件事你可以很簡單這樣說 我們香港人 香港有個大陸佬 好 之後澄清他不是香港永久居民 他不是三顆星 他總之是不知道有工作簽證 還是什麼 他是加拿大人 怎樣也好 只要這些拿這些護照買 你可以這樣說 那 學大陸的政府部門所說 他首先是中國人 但也不要緊 因為在大家 停頌眼中 你可能覺得只要一個中國人 中國政府做事 這樣夾他回去 關我鬼事嗎 好了 但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在香港發生 難免當然會找人訪問 很少 首先 找了 在保安事務很有經驗的陶謹申 聽他講什麼 你鬼事嗎 他對我反映 居然是講溝通機制 是啊 挺離譜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 現在我們有的報紙資訊 他說 如果有一個香港人被捕 在香港被捕 那要通報 那現在告訴他 他不是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 甚至你說他是大陸人 大陸人被大陸捕了 這樣嗎 這樣要譴責 大哥 這是香港來的 這是香港 有班人夾走一個人 然後你說要譴責 只不過是 那通報機制是未必可行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香港人 嘩 四眼仔 別玩我了 在香港發生一件事 就是有班人強行夾走一個人 你跟我說譴責 就了事 嘩 找你做議員 我真的安樂了 好了 那他講了一件事 另一個蔣麗雲 又聽他說什麼 新聞我聽到說 可能會有類似跨境執法的事情發生 那我今早早就都看了 詳細看了一些新聞 要解一下情況 那就是所述人士 好像是因為 他現在顯示 他是正式有出境 香港的紀錄 所以 假如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慎重去了解 因為假如他有出境紀錄 即是他自己走出去 他不是說 怎樣 他是正式有手續離開香港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暫時未看到 所謂的 即是怎樣跨境執法 會不會 會 會 絕對會 我們一定會嚴肅去看跨境執法這件事 蔣麗雲有理無理 不要說那麼多 他從正常途徑 跟之前那單是不同的 總之他 那不可以 有出境紀錄 對呀 不要亂說 那就是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 暫立的一個 stand point 這樣說 好了 在我們的態度 可以怎樣看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態度 沒有什麼很大的主張 但是 宏觀一點去看這件事是甚麼 譬如報章也有人說 或者 因為時間不多 剛才長了一點去說這件事 那個問題是甚麼 首先你要先看 你說 你宏觀地去看 香港是 暫時你都無可奈何 你要承認是一個中國管轄的地方 因為那件事是一國兩制 那件事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最重要當然是兩制 首先 如果不是 不會那麼重要 告訴你是兩制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這麼著重一國兩制 所說的兩制的框架 但是 去到今時今日的管治是怎樣 今天管治 已經發生 我們眼淚 已經發生 是 叫做第二宗的事件 但其實 你叫銅鑼灣書店是一件 這個是一件 我們眼皮下叫做兩宗 但銅鑼灣書店有幾個人 好了 在兩件事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外來的政權 好了 你儘管視它為這個外來政權 當是你的政權 其實不是 其實那個是殖民主 但是 因為你是一個兩制 你是兩個的司法體系 兩個執法的體系 好了 我用犬儒一點的角度去說 就是 那個大於你的 那個大不是層級上 或者權力上的大 他真的大於你 就是 尺寸上 尺寸上就是大於你 他強勁過你 他強勁過你 甚至你說 他管治你 這也是 要不然要搞抗爭 什麼事 好了 在這樣的角度之下 首先我定立了規矩 就是 我不搞你 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一國兩制 這個是 三十年前說的 當然你可以立即回應 就是 還相信這些事情 那你是 你先不要說 先不說信不信 信就不坐在那裡 好了 有兩個框架放在那裡 接著 現在 你今年 這兩年看到的就是 他把我管治的魔爪 把管治的深入度 直接去到一個直接管治 直接操控的地步 就是 你有什麼不順眼 我直接下來夾走他 唉 不要煩了 去到這樣的操控 他 因為他沒有辦法 從一個正常的法治框架去做 他沒有辦法直接說 喂 這傢伙雖然來了香港 但是他犯了我大約法 我現在就叫你香港警察 抓他 他做不到 因為在程序規矩上做不到 好 我就索性繞過程序 這樣去做一些 滿足他政權所做的事情 你作為香港人立場 你可以覺得 這樣就無所謂了 因為你都是自己人做事 清理門戶 關我什麼事 你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看 但是 另一件事是 從一個不是你的角度去看 這件事是怎樣呢 就是 當一國兩制崩壞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很 會有一個民心很動盪的影響 尤其 尤其 原本的遊戲規則不是這樣 你可以先說 遊戲規則就是 喂 假設有些大陸人 又貪腐 又犯法 又等等 假設他好像底類政策 逃離到香港 就沒事 他就跟著這個遊戲規則 為什麼他要有這個遊戲規則呢 喂 如果破壞這個遊戲規則 那麼 那你們大陸貪官 為什麼在香港走資走呢 你想想那件事 如果有一個更大的魔頭 想在香港為所欲為造 什麼都可以 那麼我怎麼 如果香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類似接近一個瑞士中立國的態度 那麼瑞士銀行擺了嗎 那我的錢擺在哪裡呢 那你也顧一下大陸的貪官的錢擺在哪裡 那麼如果破壞了遊戲規則 他沒有辦法在這裡走的 那麼 那個不是走向一個很絕望的局面 就是那群貪官 我是說的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想 鎖了錢在大陸 這個是他無奈要做的事 其實有些思議 其實是那條大陸佬 很合理地來講 他想那些錢轉走出大陸 那麼他人都走出大陸 不是有說不止 因為有說就說他擁有 習近平的貪腐的證據 但是 但是 隨便留回林康正溝股 那麼 我們不是要猜這件事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你首先 你想一下 沒有了遊戲 如果那個遊戲規則是亂來的 我現在這樣講 假設你現在踢球 昨天河水杯這樣講 假設那個龐正 舉舉不舉越位 是任他舉的 那麼你下面那班人 是否越位 或者前鋒怎樣跑 他就亂跑 反正我也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舉 什麼時候不舉 我就亂跑 當你破壞了這個遊戲規則的時候 你是影響 我不是從香港人的角度來講 從大陸參觀的角度來講 那麼我怎麼跑這些錢走 那麼如果我不跑這些錢走 那麼我幹嘛要掛錢 你去到一個嚴重絕望的地步 那麼就這樣講 中國窮得只剩下錢 或者其實不是這樣講 中國窮得只剩下賺錢 但是你連賺錢的遊戲規則 你都破壞了 那麼你去到 你逼他的絕望就沒有意思了 那個是說 你想一下一個東西 其實這個不是 只是放在中國和香港的關係 其實只是說香港也是這樣 就是譬如我們說兩年前的佔領的時候 說真的 你躺在街上 警察有槍有炮有棍 有權力去使用 剛才我說的三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隨時殺死你都可以 他隨時可以 或者派軍隊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你都可以堅持在這裏 是因為你相信他不會如月 某一個遊戲規則 大家是underline 是明白了某一種規則的 譬如 不要亂比 我給一個例子 我教子女 如果你有小朋友 或者大家都做過 做過人的 不是做過 你現在都是子女這樣說 其實你老爸老母 如果你在讀書的時候 他隨時拿你的零用錢 他打你的就打你的 如果你只有七八歲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打 因為大家守的人就是規則 他不可以一見你打破一隻背 就打到你殘廢 他有沒有權力打到你殘廢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打到你殘廢 他有的 但他不會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連只是 你偷了一顆堂食 都打到你閉手閉腳 那你是不知 怎樣去守家庭規則 你甚至要不就完全不守 要不就完全不做事 什麼都不做 但是你和你有關係的人 假設家庭或什麼都好 你完全不做事 對整件事是沒有好處 你從管治的角度來講 他都想市民賺錢 你不賺錢 怎麼給我 你有這樣的流動關係 所以如果你去到一個粗暴 去介入一個破壞 所謂遊戲規則 或者一個法治 講到這麼高 其實只是一個規矩 你破壞了這樣的規矩 之後去行事的話 帶來其實 其實那個往後傷害一定是更大的 但剛才坦白說 他想夾他 有很多的原因 剛才我就是這樣說 他一定是佔領的時候 那些藍絲帶的長輩 不是最流行這樣說 解放軍是可以打你的 警察是可以抓你 其實他是可以的 你又這樣說 或者不去到佔領 你示威遊行 你七一 你或者去中聯辦抗議 或者以前有些激烈一些 所謂激烈一些 比如衝一下門 撞一下閘那些 你說當權的一方 有沒有權去施行更大的暴力 當然有權 但他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知道這樣做 你會破壞了某一個既定規則 大家難做 那件事 往後大家難做 好了 這個可以說 之前就是對銅鑼灣書店 現在就是對 我也不知道是否叫有錢人 還是怎樣 其實是響起一個警號 反而是對其他有錢人 很響起警號 就是你如何自處 那件事 那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說 喔 習近平抓人 打人 所以我聽習近平 或者怎樣 其實你聽的話都沒有用 可能是 因為那個遊戲規則破壞了的時候 你怎樣玩這個 就是你如何玩這個香港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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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的錢 經香港 做跳板 走 或者做香港人 拿護照 這個遊戲規則 當然我們未必認同 我們也沒有份參與 也沒有辦法主導去參與這件事 但是既有我們知道 一直有這樣的規則 但是如果在當權者的角度 他主動破壞了這個規則 往後怎樣 這班人怎樣再玩這個遊戲 假設玩不到這個遊戲 這樣夾著很多錢 這班巨馬 或者他們還在貪 或者他們準備走路 或者他怎樣待在習近平身邊 那個規則如果一撩亂了的時候 那時候怎樣玩下去呢 如果那時候玩不到下去 形成一個運動的狀態 會不會影響政權 就是說習近平 他用了更大的壓力 去壓住這個所謂的規矩呢 那你施壓越大 其實你的後果 一定會面對越嚴重 那這個是好看的 所以是 從這件事情看到的 就是這樣的事情 對於香港的態度 可以這樣看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就給我喝一口水吧 好嗎